到底這些金銅玉 你的吸金功力有多大呢 好 首先我們看到舉重女神 郭慶純哇塞 實在是太讚了 舉起自己一片天 也舉起咱們台灣來 沒錯 大家看到郭慶純 舉起這個奧運金牌的時候 大家真的都非常非常興奮 為他瘋狂 對 那他包括說 他現在已經這個 成為台灣家戶育小的人物之外 當然最重要是說 對他本身而言來說 這一次的國光獎金 加上贊助商 他也獲這個進賬兩千兩百八十萬 那加上說他其實之前 他可以說完成金滿冠 這個世大運 世錦賽 這個亞洲杯什麼全部都 金牌都拿到 他身而言獎金 其實已經有數千萬之多 但是我必須講 他其實大部分的收入 都來自於獎金 那至於代言的部分 其實之前他們的經紀人 曾經有說過 有這個廠商願意請他代言 包括說有食品公司說 你可以領終身 聽說他很挑耶 嚴選 你可以領終身 一個月六萬到七萬 但是他也不願意 那甚至有數十業者 數十店業者請他這個代言 他就說因為他不吃 所以他也沒有代言 所以基本上他是對於廣告 是比較有挑的這個狀況 那當然另外一個來說的話 這一次的這個 也是另外一個奪金大熱門 就是我們代資營小旦 那小旦來說的話 其實因為我知道 羽毛球其實跟舉重不太一樣 因為羽毛球 畢竟我們台灣的羽毛球的 運動人口相當多 所以小旦無形之中 他的商業價值 在很多廠商裡面看起來 可能就比較多 那你看他現在代言的 包括說我們現在電視上 這幾天大家都會看到這個 外送平台的這個廣告 那包括說像這個燕麥奶 包括說像這前一陣子 也有在這個電視上打這個 所謂魔鏡 那甚至羽球裝備都不用講 那這個飲料 甚至是有這個素食店等等 很多都是他代言 那麼講其實小旦的這個代言的話 因為他從這個兩千零九年 開始比賽 那兩千零一十一年 拿到美國羽球的這個 黃金大獎賽之後 兩千零一十六年 登上後座之後 其實初估啦 因為其實羽毛球 他也有獎金比賽有獎金 但他的獎金沒有那麼多 他大部分的收入 反而就來自於他的廣告 那廣告收入來說 人家說初估喔 至少的 每一年喔 兩千五百萬 至少就兩千 對那當然他這次 如果拿到金牌的話 那當然也有國公獎金可以拿 那當然對他來講的話 是另外一筆的收入 全身上下都是商機 對那當然啦 除了這個腳帶之外 我們看其實 還有台灣有非常多的 這個運動員 包括說像網球 因為網球來說的話 因為台灣當然最有名的 就是謝淑薇還有詹詩姐妹 那謝淑薇他們的獎金來說 大部分可能就來自於 他們自己在職業生涯 參加了巡迴賽的這個獎金 包括說你看謝淑薇 謝淑薇兩千零一年 加入這個職業網球 那兩到兩千零一十九年之後 他比賽的總獎金 是二點四六億台幣 獎金就二點四六億 對那為什麼 因為其實他們那種大獎賽 這個獎金都非常多 包括他前一陣子 不是拿到溫布敦的雙打冠軍嗎 你知道溫布敦的雙打冠軍 是一千九百萬台幣 那包括說像這個二零二一年 今年的這個澳網 他打入這個八強 單打的這個八強 他的獎金是一千一百四十二萬 所以你看從兩千零六年 然後他從兩到兩千一十九年 加上今年的獎金的話 累積總獎金是二點七五億 對 他本身 他也這個獎金賺很多 但是他其實他代言沒有 接那麼多 因為給大家感覺 他是很刻苦 很柬埔的形象 很多這個廣告商 像這一次的這個前一陣子 他去澳洲這個比賽的時候 不是很多人就說 你全身上下怎麼沒有任何一個 贊助商 後來還有贊助商跑去找他 所以我覺得某種程度來講的話 他可能跟國內的這個 這個連結沒那麼深 那反而是詹氏姐妹 因為詹氏姐妹來說的話 他們在國內來說 他們有專屬的經紀人 而且他們在國內有接一些廣告 但他們成績也是不錯 所以你看詹詠然兩千零四年來 進帳一點五七億 那詹皓琴來說的話 兩千零一十年來進帳六千四百五十萬 他們這個網球女網選手 真的都是一個吸睛的這個組合 除了這個網球之外 我覺得還有另外一個 就是台灣也非常喜歡看的這個籃球 那籃球當然這個籃球市場非常大 特別是說 其實我們除了我們國內的這個籃球比賽來說的話 其實這幾年大部分的國內籃球員 如果你真的要更上一層樓的話 要嘛就是像林舒豪之前在NBA 要嘛就是你到對岸的CBA去打球 就是說你看林舒豪 林舒豪他之前在NBA打完之後 他後來有一陣子回到這個北京首剛去打 他人民幣開出來說兩千兩百七十五萬 人民幣 你乘以五的話 這GPG一億啦 一億台幣啦 那跟洋將當時的洋將的一千九百五十萬 比來說 因為當時 他是頂尖的水準 當然啦 他是第一個在NBA打出名堂的名號的這個華人 那當然他們用高價去把他請回來 那是正常的 對 但是他其實在北京在CBA不是打的 不是很習慣CBA的風格啦 所以後來他又離開了CBA 那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台灣選手劉貞 那事實上他現在是台灣這個 非常鼎鼎有名的這個一號人物 那他之前因為他在台灣打一打後 其實要更上一層樓 他去中國大陸打 那他加入的 一開始加入的是廣下 他廣下當時簽了四年的合約 當時年薪是一百萬人民幣 大概折合新台幣是五百多萬 但是後來因為他表現得真的不錯 所以後來變成是上海大鯊魚的球員 他當時用年薪九百萬人民幣把他簽下來 那這個九百萬人民幣當然是台灣運動史上 特別是籃球史上最高薪的一號人物 但是除了這個我們剛才講到網球籃球 或者說這個舉重跟羽球 其實還有棒球 棒球也是非常高薪的 特別是我們等一下會講到陳偉儀 那個薪水真的是 打得完全無法想像的這個狀況 所以告訴你什麼 你以前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喜歡去打球的時候 我媽就說打球沒錢倒 但是現在告訴你 沒有 現在打球反而是 除了這個獎金非常多之外 你可能搞不好還可以變成是 代言多多的一個狀況